电子化的时代 如果不是上工发学 逼你填表写字 好多人念笔都不想拿起 两位年轻的建筑师 Tim和Fanessa 就偏偏逆流而行 开设文具店 专门引入日本和欧洲的文具 他们会很着重一些细字上的特质 譬如一支笔 怎样令它很差 一些写的时候的力度会好一些 他们都会放很多时间去研究 例如这一款笔 笔身比较粗 用意切断 专门给建筑师在工地用 这一款片像的拆胶 就方便绘途者 在密集的线条之间 拆去不满意的一条 有些文具就有独特的设计意念 好像这一款卡片套和笔袋 就是利用了东京巨蛋天幕 剩下的建筑材料摘叠而成 坚韧而且防水 他们可能会作为一个文化的坦文 再出现或者被重视 设计是一方面 或者怀旧可能是另一方面 认识他就当然是去文具控开的文具店 起码他们会做白老鼠 研博先 文具控Neo至少就喜欢研究笔 买一支好的笔 可能你会开心了 至少几天到几个星期的 有时喜欢写字 二人几部就都喜欢买一支好的笔 他在官堂的店铺除了卖笔 还有只是被人观赏的珍贵文具 櫃面就有日本首支原生笔的复刻板 由家电品牌Sharp的创办人设计 原来Sharp是生产原生笔起家的 这一款拆胶都不简单 由全天然的橡胶制造 质地硬正不会拆出太多的碎屑 设计师Ricky的概念店都有卖文具 他就专门选一些隐藏讯息的文具 这款笔的笔干 有三成的物料是食物残渣 希望带出全球有三成食物 遭到浪费的事实 而技士堡就是由老化的雪松木材炮成 日本职人运用湿丁时代 流传至今的炮木技术 将废木物尽其用